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再一次分享路加福音 首先我们祈祷 应付祭祀及圣神之名 阿们 主耶稣我们愿意跟随你 直到耶路撒冷 直到十字架 求你派遣圣神光照我们 让我们进入你的内心 看你是怎样 面对你的苦难 面对父的旨意 你的心意是那么的坚定不已 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 成型父的旨意 像你一样 圣玛利亚塞的妈妈 你一直站在十字架下 你跟随耶稣横行到地 求你陪伴我们 做你的孩子像你一样 我们祈求你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充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遂人 祈求天主 阿们 今天我们一起看 路加福音的 二十章 一到八节 有一天 耶稣在圣殿里 教训百姓 及宣讲习讯的时候 司机长 经事及长老前来 对他说道 请你告诉我们 你凭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或者是谁 给了你这权柄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告诉我 若汉的洗礼 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呢 他们心里存夺说 如果我们说 是从天上来的 他必要说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 如果我们说 是从人来的 众百姓 必要用石头 杀死我们 因为他们都确信 若汉是先知 于是他们回答说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也给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全并 做这些事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散为你 有一天 耶稣在圣殿里 教训百姓 宣教喜训 有一天 是至什么时候呢 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 第三天 是周一 我们上一课已经讲过 在周六 安息日 他荣尽圣堂 是以君王的身份 次日 星期天 他再次去 是以司祭的身份 静殿 第三天 周一 他再去 是以先知的身份进城 要解释天主的道路 天主的旨意 他第三次进城那天 发生了许多事 路加记下了其中的一些 分别在二十章 二十一章 和二十二章的 头六节 这些我们会慢慢看到 耶稣结束他三年多的传教生活 最后在死以前 发生的这些事 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一天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他长期以来和犹太的领袖们 发生的冲突 达到了最后的阶段 他们一开始就反对他 然后越演越烈 主耶稣面前 是那个时代里最聪明 最狡猾的人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平庸之辈 都是精明之徒 有着惊人的聪明 每一次跟耶稣辩论 差不多他们都失败 包括最后这几天 看上去 他们赢了 他们把耶稣 置于死地 钉他在十的架上 他们出了这口气 实际上 他们从来都没有赢过 主耶稣用他的智慧 和奇妙的方法 一一胜过他们 就那今天我们 刚才读的这一段 现在我们要仔细看一看 当他们来 找耶稣事的时候 耶稣正做什么呢 正在圣殿里教训人 是的 耶稣在宣讲福音 我们刚才就说 他以先知的身份 出现在这里讲到 天国进了 他宣讲的福音 就是天国来到你们中间 而不是说天国快要来临 而是说天国就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在这里 耶稣就在哪里 天国就在哪里 我们让耶稣 进入我们的生活 按照耶稣的话生活 让耶稣在我们内为王 不是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是让耶稣为王 那么天国就来了 他正在讲这些的时候 犹太的领袖们到他跟前来 罗家这样说 司机长 经师 及长老 前来 对他说道 六个月之前 当耶稣在北方的 菲利伯的开撒利亚 第一次 预言 在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 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 被长老 司机长 经师 从他们身上受许多苦 现在呢 路加就告诉我们 就是这些人 现在来到圣殿里 找茬 他们来见耶稣 责难耶稣 是他们到前面来了 这些植物 让他们 很自然的 属于犹太人的最高权力 公益会 换句话说 这些植物都是公益会的成员 司机长 经师 长老 耶路撒冷的主要权柄 操在公益会手中 司机长 是公益会的主席 他是负责 可以说是属灵的官长 属灵的领袖 经师呢 是在道德方面 他们是解释圣经的 教人 为人出事 是道德方面的领袖 长老 当人们 在民事方面 有了纠纷 打官司 等等 到长老面前 控告 由长老来决断 他是人们的领袖 所以 现在你们看 司机 经师和长老 都到犹太人的各方面的领袖 都到齐了 灵魂方面的 道德方面的 人民方面的 他们来见耶稣说 请你告诉我们 这句话 是一种带着权柄的命令 请你说话 有点客气 请 但是事实上 我们命令你告诉我们 因为他们都是正式的领袖 是被明确承认的 无论是老百姓 还是被 传统 被其他的权利 是承认的 请你告诉我们 我们命令你 告诉我们 他们带着这个命令 来找耶稣 他们问他两个问题 你凭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或者谁给了你这个权柄 做什么事呢 昨天 你在圣殿里 推翻 换银钱的桌子 搅乱正常的营业 并且打断了那些人的财路 给你这权柄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 你的权柄从哪里来 谁让你做的 所以他们问这些话 事实上 很正常 因为 主管的是他们 现在你突然有一个人 在这乱砸了一顿 当然他们要找你的麻烦 事实上 他们对耶稣观察 已经三年半的时间 他们 有时圣经上记载 从耶路撒冷到加雷雷亚去 听耶稣的讲道 看耶稣所做的 经常跟耶稣辩论 现在可以说是短兵 相接 跟耶稣直接摊牌了 这些人联合在一起 来找耶稣 从他们心里 他们深信 耶稣根本没有权柄 没有任何权利 的确从人的层面上看来 他们 没有错 他不是司机 不是经师 不是长老 不是公益会中的一员 所以 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因此他们理直气壮 来问他 谁给的你这个权利 做这件事 你回答我们 我们看耶稣的回答 如果是你 是我 可能我们会 哑口无声 或者 我真的不知道 要找一个什么理由 给他解释 现在我们看耶稣的回答 真的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意思 耶稣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告诉我 当他们一来到耶稣 跟前就说 请你告诉我们 你凭什么权利 做这些事 就是我们命令 你告诉我们 我们是有权力的人 现在我们命令你 告诉我们 而现在 耶稣把话 翻了过来 我也要问你们 一句话 请你们告诉我 意思是 既然你们 把自己 当成 一个人物 你们觉得 你们有权利 那好 现在 我请你们 告诉我 我也是 有权利的人 耶稣把话 翻了过来 请你们 告诉我 耶稣这样说 耶稣也是 自认 有权柄的人 当他们 向他的权柄 挑战的时候 他就 在回答中 应用自己的权柄 他的话里 也有话 他的话 是很硬的 请你们 告诉我 我有权利 问你们 耶稣问他们 什么呢 若汉的洗礼 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间来的呢 你们说吧 事实上 如果这些人 完全诚实的话 他们会在 答复他的问题的时候 就 回答了 自己的问题 不用问 答案 就在 这里 耶稣 提示他们 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不是现在 问我吗 你们 告诉我 若汉的洗礼 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间来的 你们回答我 如果你们 回答我 不需要 我不需要 回答你们 你们自己 什么都明白了 回答吧 这时候 他们想 我们若说 是从天上来的 他可能说 你们为什么 不信他 把他要杀死 如果我们说 是从人来的 我们又不敢说 众百姓 一定要用石头 砸死我们 因为大家认为 他是先知 在这里 如果我们仔细的 观察 他们那么聪明 极端的聪明 但是他们 想错了 如果他们说 是从天上来的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 耶稣会问他 你们为什么 不信他 可能耶稣 不会问 他们以为 耶稣会 用这句话 在等着他们 事实上 耶稣 不一定会问他们 如果 他们真的承认 是从天上来的 随后 他们就应该 想一想 若汉既然从天上来的 若汉的话 那就是 从天上来的 若汉说的 都是真的 都是天主的启示 比如说 若汉说过什么 关于耶稣 我服神 解他的鞋带 都不配 我用水洗你们 他要以圣神和火 洗你们 他会带着 拨弃 斧子 嚷尽自己的荷肠 砍掉那些 不结果子的树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 嗜碎的 这都是若汉说的 如果 他们诚实的话 若汉是从天上来的 那么很自然的 若汉的这些 画质的思索 那你们还用问 耶稣的意思 就是这个 你们还用问 我是从哪来的吗 我的权柄 从哪来 如果你们信若汉 那一定知道 我是怎么回事 因为若汉在为我作证 你们如果不信若汉 那怪不得 所以 他们面对 耶稣的提示 面对这个问题 他们心里都清楚 他们不敢说 是从人间来的 因为百姓都相信 若汉是先知 他们也不敢说 从天上来 因为会自想矛盾 你从天上来 那你们还用问我 若汉讲的话 已经告诉了你们 我是谁 我的权柄 很自然 是从天上来的 所以他们 在这儿又要面子 所以 不敢回答 他们说 我们不知道 事实上 他们知道的 一清二楚 他们以前 拒绝若汉的宣讲 那时候 他们就清楚知道了 事实上 天主 不会因着我们 不知道什么 做错了 而责罚我们 天主的审判 是针对那些 明明知道 而故意 去违背的人 这个 要小心 平常我们 犯罪 就是一个小罪 有人说 小罪不重要 事实上 我觉得 我忘记 哪一位神学家 或者伦理学家 说过 小罪 尤其那些 明明知道 故意犯的小罪 很重要 很伤天主的心 有的时候 大罪 我不知道 虽然事情很大 我不知道 我做了 或者说 我知道 不是故意的 我错了 在天主面前 不是大罪 别看事情 很大 我不小心 伤了人 甚至 杀了人 不小心 有这样的事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我负一部分责任 可能 按照国家的刑法 我应该 我应该 以命相还 死刑 可是 真的 我不是故意的 不小心 杀了人 那好 天主原谅 我在天主面前 是一个小罪 我不是故意的 或者 是 不知道 做错了 虽然是一件小事 够不成大罪 我明明知道 故意犯 这个 天主 真的让天主 不喜欢 我敢这样说 所以 无论多小的事 我就是明明知道 故意 去违背 天主的旨意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要小心 虽然从伦理上 从罪上 这是个小罪 可是 我故意这样子 上天主的心 就像 这些犹太的领袖们 他们不诚实 他们明明知道 他们说 不知道 心里一套 外面一套 耶稣怎么回答他们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 做这些事 在这 下一次我们看到了 这个戏剧化的对话 他们说 请你告诉我们 我们是有权力 问你的人 要审问你 耶稣 马上 转过话来说 请你们告诉我 我也是有权力的人 随后 他们说 我们不知道 他们知道 他们不说 他们不诚实 拒绝回答耶稣 然后耶稣 也翻了过来 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耶稣不是因为不诚实 也不是因为不知道 而是很清楚 坚定的 我不告诉你们 他不愿意对那些虚伪的 不诚实的人 宣布他的奥秘 启示他自己 好吧 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 看到耶稣的智慧 在对待 在对待这些人 他真的是有上天的智慧 这些是绝顶聪明的 犹太人本来就很聪明 可是这些领袖们 就不要说了 他们以为蛮 可以抓住耶稣的把柄 弄他个 弄他个 就说 一点两面都没有 彻底把他打倒 结果让耶稣 把他们弄得 真的是 无地自容 一点面子都没了 耶稣说 有一天 你们到法庭上 你们不要考虑说什么 因为在你们内 说话的不是你们 而是圣神 我们也要祈求 圣神的智慧 帮助我们思考 帮助我们处理 生活中的问题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靠着天主 愿光荣归于父 祭祀及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依然 直到永远 阿们 愿天主降福你们 阿们